華燈初上 店家招牌逐漸亮起 這是位在澳洲布里斯本的 華人商圈Sony Bag 在這裡連台灣雞排都能買到 只是要解箱籌 得先花上8塊5澳幣 大約台幣200元 熟悉的包裝 無糖茶類 醬油膏 甚至料理米酒都能買到 再往上走 美食廣場炒麵酸辣麵 濃濃台灣味 差不多四間吧 當然 我開的這間差不多四間 但那間我是一樣租的 以前四間 我開的那間差不多 可能有兩百幾百 63歲的高老闆 是自動兩層建築的包租工 早期在台灣就是經營超市 現在出租店鋪過著退休生活 因為現在中國發展起來 有些爆發戶 或是賺得很粗 他來這裡要做生意 他不考慮 你如果比較好 他就把你買下去 那是一個慶祝 我想剛才目標是說福音 可以當成這個歐洲的社會 如果說高正義是台灣新移民的第一代 達莊穩固基礎 那Angel和Erwin 修美黨就是崛起中的新一代 鮮豔的蝶豆花融合在新鮮果汁中 台灣最夯的飲品 南半球也零食差 從台灣就是當西點師的 然後偶爾我也會說看一下說 台灣目前在流行什麼新的糕點 我在這邊我也就是嘗試著摸手 紫米紅豆湯 玉圓豆花也都吃得到 幾坪店鋪 六萬澳幣創業 現在最高一週營收就能賣上一萬澳幣 其實在台灣就會傾向於 電越大好像越了不起 可是在這邊其實不見得 小小的電跟同時有一部分 是外帶是最好的 因為你用的越多人工 這邊澳洲人工很高 因為澳洲法定時薪18.29元 折合台幣422塊 外帶省人力創造更高收益 台灣青年用行動力在異鄉開花結果 東三日產業新聞產品 劉子騰 楊昭 澳洲報導